人不管走到哪一步,总得找点乐子,想一点办法,是的,美食就是我找的乐子,想的办法,小谈时刻和你一起认真对待吃下的食物,西兰花炒虾仁,这个西兰花的量是真的少,而且,还主要是精的那部分,去掉皮以后,把它切成片,然后放入到水中进行焯水,这个虾仁也基本上没放啥调料,这个菜估计就放了一点点, 和很多人焯水以后差不多,也没看到油,凉皮包菜,这里面的菜也比较多,紫甘蓝,莴笋,最主要的是豆丝,把这些全部进行焯水,然后就可以直接包起来了,这个菜看着也是特别的清淡,含油量会比较的低,对于减肥的人来讲,这个倒比较合适,西兰花煮裙袋菜,煮的这碗汤,看着有一丝丝的油,含油量也是极低,主要的食材就是裙袋菜,还有西兰花,此外, 还放了一点虾仁和香菜,这个汤估计煮的时间有些久了,所以我们看到的西兰花也变得有些黄了,不过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,煎牛排,这个菜倒是有肉了,是以牛肉为主,脂肪含量也比较低,而且,吃的时候,配上了一些小番茄,同时还放了四个西兰花,这个吃在嘴里,就特别的营养了,牛肉的蛋白质含量是相当高的, 这个能够及时给身体提供营养,卷生菜加蓝莓加番茄,生菜中搭配着胡萝卜还有鸡蛋,以及黄瓜等,这顿饭同样也是营养十足,里面有各种的蔬菜,满足了日常需要的营养,同时还准备了蓝莓以及番茄,这两种水果,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,同时还有大量的水分, 杨子的减肥食谱,吸引200多万网友点赞,坚持自律的人真优秀,看到这些减肥餐,大家能坚持每天吃吗?虽说食材比较的丰富,但是,真正做到了少油滴汁,看着是非常清淡的,这也难怪杨子一直能保持那么好的身材